不就抱一下 至于要离婚 结婚七年 妻子从不肯让我碰她 不能和男人有肢体接触的她 却被男下属公主抱在怀里 笑得娇羞甜蜜 那一刻 我想放弃这段婚姻了 我掏出离婚协议书 妻子却处理得愤怒 我崴脚了她好心帮我 你闹什么 面对妻子的不满 我淡淡道 我没闹 周一鸣政局见妻子柳如烟回来了 站在门口的我想接过她的包 却被她皱着没躲开 别碰到我了 我会吐的 我直去地后退了一步 双手被到身后去了 结婚七年了 我至今连她的手都没摸过 一切只因为妻子有童年心理阴影 她说她不能和男人有肢体接触 轻则呕吐 重则晕厥 我傻傻地信了七年 就算再想碰她 也都克制着自己 唯独有一次 我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胳膊 柳如烟立刻尖叫着跳开 去厕所用肥皂把自己那片皮肤搓到出血 她对我怒吼 许伯宇 你手一定要这么剑吗 你非要害死我是不是 我那时愧就急了 又给她道歉 又给她买东西 就差给她磕头下跪了 可是直到今天 我才知道 原来她根本没什么童年阴影 一切都是假的 他们公司今天团建 朋友圈里不少人都发了视频 我点开之后 看到令我血液倒流的荧幕 我的妻子柳如烟 被男下属傅天磊公主抱在怀里 她的两条血壁紧紧搂着傅天磊的脖子 和她严丝合缝地贴在一起 她没吐 也没过敏 反而很享受的样子 我本来以为可能只是一场误会 直到旁边的人出声起哄 你俩抱都抱了 亲一个呗 妻子羞红了脸 笑得娇羞甜蜜 瞎说什么呢 傅天磊却冲她撅了撅嘴 来嘛 反正以前也亲过柳如烟 捶了一下她胸口 讨厌 这么多人看着呢 然后真的仰起头 迎着她的嘴伸长了脖子 视频到此戛然而止 我久久不能回神 感觉三观敬悔 天都塌了 柳如烟这样子 看着哪有心理阴影的样子 她根本就没毛病 哦不 应该说 她只对我有毛病 而傅天磊是她的初恋白月光 她对她就能亲能抱 柳如烟放下了包 换好了拖鞋 她一边敲手机 一边问我 你预约医生了吗 结砸手术什么时候做 我看得清楚 她正在和傅天磊聊天 我有种呼吸不上来的窒息感 扭头说 没去 今天头晕 中午看到视频后 我被气得血压升高 在家缓了很久 柳如烟终于肯放下手机看我了 她表情讥讽 许柏宇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那点小九九 我告诉你 我不可能和你有孩子 结砸手术你必须得做 她不让我碰她 我俩当然不可能有孩子 但她为了让我死了要孩子的心 几次三番下令让我去做结砸手术 我原本答应了 现在看到她这个样子 我犹豫了 我想起今天那个视频 其实她也是能碰男人的 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还有一丝的可能性 柳如烟眯了眯眼 一副我就知道你心里有鬼的表情 许柏宇 就算你不去结砸 我也不可能和你生孩子 别痴心妄想了 我忍不住问出心中疑问 如烟 老婆 为什么我们的婚姻走到了这个地步 柳如烟抢过我的手机 给我挂南科医院的号 别说这些有的没的 明天赶紧去做手术 你知道结砸手术有什么副作用吗 我问她 柳如烟斜眼看我 小手术而已 能有什么副作用 你一个大男人 有什么不能做的 我叹了一口气 其实我数前检查的几项指标都不太好 医生说现阶段不适合做这个手术 万一手术出问题 不仅影响我的下半生 甚至可能会没命 可是柳如烟从来没关心过这些 她只要我结砸的结果 想到那段视频里 她亲密搂抱傅天磊的样子 如果傅天磊是她老公 她一定舍不得让她去结砸吧 想到这里 我深吸一口气 将一份文件递给她 柳如烟 离婚吧 柳如烟看到文件 嗤之以鼻 又拿离婚这一招来吓唬我 恐怕这里面压根就是空的吧 她料定我根本不会想离婚 毕竟我已经忍让了这么久 许波宇 你这种手段 对我真的没用柳如烟说着 随手一翻 却发现里面写好了离婚各项事宜 白纸黑字 有条有理 我说 婚前资产各自拿走 婚后资产对半分这下 柳如烟的表情终于有点绷不住了 她坐着身体把协议书翻开 仔细阅读 确认我没说谎以后 她脸色更难看了 许波宇 你用离婚威胁我不结砸 和结不结砸没关系 我是要和你离婚 赶紧签字吧 别浪费时间了 我点了点她应该签字的位置 柳如烟不理解 皱紧了没 你今天简直莫名其妙 为什么老逼着我离婚 我看她是不见黄河不落泪 干脆把那条她和傅天磊的视频 点出来放给她看 柳如烟毫无波澜地看完了 反问我 然后呢 就因为这 我强调 她公主抱你了 柳如烟笑了 所以呢 这能说明什么 她翻了个白眼 公司团建 员工之间有点肢体接触 不是很正常吗 怎么到你这里 就成了要离婚的大事 许伯宇 你自己不上班 就把同事之间正常活动 想得这么扭曲 是不是 她越说越生气 冲我发火 我当时崴脚了 天磊她好心帮我 你究竟在闹什么 我气红了眼 怒吼道 柳如烟 你别自欺气人了 七年前咱俩刚结婚的时候 你说你有童年阴影 不能和男人有肢体接触 那你和傅天磊算什么 她做变性手术了 她不是男人了 还是 她已经结扎了 柳如烟气急 站起来和我对吼 不须你这么说她 咱俩的事 你扯天磊干什么 我们就是工作上的关系 是你非要多想 我摆摆手 不想再说了 这七年里 我像个小丑一样 傻傻为她付出一切 现在看来 全都是我一厢情愿 柳如烟看到我真生气了 难得松了语气 她抿了抿嘴 是 她确实抱了我 但那不是隔着衣服的吗 你不至于直接提离婚吧 我笑了 咱俩结婚七年 我连你胳膊都没摸过 她却能直接搂你的腰 你当我蠢是不是 柳如烟张了张嘴 却没说出什么话来 我把离婚协议书放到她面前 行了 没什么好说的了 离婚吧 我窝囊了七年 突然变得如此强硬 柳如烟原本消退下去的怒火 又涨了回来 她一把读过协议书 只高气昂道 好啊 要离婚是吧 我奉陪 到时候你别哭着求我复婚就行 我摇头 不可能七年的时间 再多的爱也被消磨掉了 我曾经那么想和她走入婚姻的殿堂 哪怕倾家荡产 被所有人耻笑我都没有一丝的犹豫 即使是结婚后 柳如烟对我必如蛇蝎 我也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我想她就算是快兵 我也能给她污热 但现在 我累了 柳如烟摔门离开了 她说我迟早会后悔的 我没有像从前那样再去追她 求她留下来别走 后半夜的时候 外面突然下起了暴雨 我拿着手机很想问问她的情况 但又生生克制住了这个念头 我不断告诉自己 许伯宇 你不能再那么见了 我睁着眼睛过了一夜 却还是没有等到柳如烟回来 她爱漂亮还臭美 从不肯两天穿一件衣服去单位的 我打开朋友圈 看见她刚刚发了条新朋友圈 一场大雨让我看清自己的心 和亲爱的一起去上班了 配图是她在穿衣镜前 穿新衣自拍的样子 我放大图片 看到了旁边一个男人的侧影 我一眼就认出那是傅天磊 她昨晚去了傅天磊家 今天两个人一起去公司 深夜暴雨 孤男寡女 这一晚发生了什么 我简直不敢细想 我掏出柳如烟没签的离婚协议书 红着眼睛狠狠签上了我自己的名字 这个婚 我离定了 除了我之外 我们的大学同学也认出了傅天磊 他们纷纷评论 真真假假的调侃着 如烟姐好美 天磊哥好帅 简直绝配 你俩当年在大学多轰动啊 现在是要再续前缘了吗 能和初恋重新走到一起 这就是使命中注定的缘分 眼看他们越说越夸张 终于有个同班看不下去了 他评论了一句 你这样做挺不尊重许柏宇的 难得有人还记得我的存在 柳如烟给所有人都回复了 独独没有回复这一条 没过一会儿 他发了条新朋友圈 我的人生我自己做主 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 他这样做不仅是打了那的同学的脸 更是把我的脸放在地上摩擦 我怒火攻心 直接评论到 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 就没人对你指手画脚了 柳如烟的电话立刻打了过来 我按了拒接 他又给我发了好几条60秒语音 我不用点开都知道一定是在骂我 做错事的人又不是我 我凭什么挨他的骂 我直接手机关机 拎着我的行李箱打车回家 家里的爸妈看到我回来 既欣喜又担忧 妈妈问 是不是和如烟闹矛盾了 你是男人 多担带点 我直言道 我不忍了 我要离婚 妈妈一下瞪大了眼睛 爸爸抽烟的手都停了 他俩不确定地问 真要离 我用力点头 心里也有点紧张 老人家思想传统 不同意也很正常 就在我犹豫要不要把实情全说出来的时候 我妈高兴地一拍双手 好啊 离婚好啊 我愣了 刚才她还劝我要单带点 现在怎么这么高兴 我妈喜极而泣 我爸一边给她抽纸一边给我解释 这么多年你和柳如烟的事 我俩都看在眼里 我们早想劝你了 现在你自己能想明白 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我和你妈把你养这么大 不是送给她柳如烟遭奸的 我这才明白 他们早就盼着我离婚了 看到父母苍老的面容和发红的眼睛 我终于意识到 我是个多么不称职的儿子 这么多年 我总是绕着柳如烟打转 从家里挖资源 拿钱给他开公司 爸妈虽然颇有微词 但是从来没有拒绝过我 这么爱我的父母 我却没让他们想一天的轻浮 我内疚自责 双心一软 跪在地上认错 爸妈 以前是我错了 以后我会清醒过来 绝不再犯 我妈连忙将我拉起来 说什么呢 都是一家人 什么错不错的就在这时 我手机响了 是柳如烟打来的电话 我一不小心按下了外放键 柳如烟撒娇的声音响彻房间 老公 中午吃什么呀 咱俩一起去吃市中心 那家最火的西餐被 我连忙挂断电话 观察起父母的神色 爸妈对视一眼 心里的酸楚 重新蔓延到眼神中 他们同样也在看我的反应 我有些紧张地 搓了搓大腿 爸妈 她喊我吃午饭 我 柳如烟很久没有用这种语气 给我打电话了 也很久没喊过我老公了 爸妈眼里的光暗淡了下去 我爸抽了口言问我 儿子 你要去吗 我心里还在犹豫挣扎 手机上却收到了柳如烟的消息 刚才电话打错了 没喊你 别自作多情 我的心一下沉入了谷底 那声老公我听得一清二楚 如果不是喊我 那他在喊谁 我发消息质问他 你刚才喊谁老公 没谁 你听错了 公司里有个人姓公 我喊的老公 你少撒谎了 公司根本没人姓公 柳如烟的消息很快过来 他破罐子破摔式地回我 反正不是你 你管是谁呢 爸妈看到我脸色黑入锅底 瞬间明白了一切 爸爸挥挥手 仿佛心死了一般 你要想去就去吧 柳如烟要是公司还缺钱 我还会给的 你俩毕竟是一家人 是夫妻 我等了十分钟 然后给他说的那家西餐厅打电话 在我的询问之下 店员肯定地告诉我 刚才有位傅先生订了双人位 连电话号码都对得上 所以柳如烟的那生老公 是在喊负天雷 挂断电话的我心如刀脚 抱着我妈痛喊了一声 妈 我错了 我要离婚 我妈跟着我一起哭 儿啊 当年你大学毕业 那么多家公司要你 你却为了柳如烟放弃所有 在家给他煮饭洗碗 现在他事业风生水起 你两手空空 什么都没有 妈真心疼你 看到我妈脸上挨痛的神色 我的心像是被一千根针扎了一样 我爸走过来拍拍我的肩 我们一家人紧紧抱在一起 我的眼泪发泄式地流完了 人也冷静了 我向父母承诺 以前是我傻 被柳如烟耍得团团转 以后我不会了 我爸拍了拍我的肩 我早就和你妈说 我家儿子聪明 迟早有一天会醒悟过来的 所以我们给你留了个后手 我妈眼中亮起光 对 儿子 你爸当年给你留了一手 柳如烟虽然现在开公司 但你只要把握住机会 一定比他强 我正正地问 爸妈 你们为了我究竟做了多少事 正说着呢 丈母娘李秀姓杀到我家来了 她站在门口怒喊 许伯宇 我知道你在家 赶紧开门滚出来 我刚打开门 她便直接朝我催了一口 口水粘在我脸上 比打我一巴掌还要羞辱人 好你个许伯宇 自己不挣钱在家吃软饭 还敢蹬鼻子上脸要离婚 是不是我家如烟对你太好 让你长脸了 作为长辈 李秀姓敢当着我爸妈的面 这么侮辱我 就是因为这七年来 我在他们柳家 一直都是当牛做马的存在 他早就习惯了这么对我 对我没有半分尊重 李秀姓一抬眼看到了我爸妈 腰杆挺得更直了 刚好你爸妈也在这 咱们今天好好掰扯掰扯 看看你们许家 养出了什么样的好儿子 我被他骂得狗血淋头 却习惯性地沉默了 李秀姓却不肯放过我 他指着我的鼻子 你知不知道 如烟今天和我打视频 眼睛都红了 这么欺负我女儿 当我老婆子死了是不是 我妈健壮 蹭得一下火冒三丈 不仅把我拉到身后护着 还顺手抄起了鸡毛胆子 和李秀姓对质 胡咧咧 什么呢 我儿子怎么就欺负你女儿了 李秀姓掏出手机 指着我给柳如烟的那条评论 手指用力到 差点快把屏幕戳碎了 你看看你生的好儿子 我家丫头发个朋友圈 他就要闹离婚 还巴不得告诉全世界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 你儿子倒好 四处宣扬 这让我女儿脸往哪个 我柳家的脸面往哪个 我听完 冷冷笑了 柳家有什么脸面 你们当初发家 靠的不都是我们许家的关系吗 说到这个 爸妈脸上怒意更重 当初大学毕业的时候 柳如烟创业开公司 做服装生意 当时我作为数据分析专业的毕业生 好几家大公司抢着要我 但是柳如烟说 他一个人干不过来 非要我陪着他 我拒绝了所有高薪工作 跟着他跑市场拉衣服 进货下大雨的时候 我趴在货车上 用身体压住轻飘飘的衣服 浑身被雨水浇透 他柳如烟也没对我说过一个谢字 后来他不小心得罪了 本地最大的一个批发商 在家愁得不停哭 是我爸妈拉下脸面 去找关系给那人赔礼道歉 对方才允许他重新进市场进货 可以说 没有我们许家的关系 根本没他柳家的今天 可是现在 这对母女 把这些过往全都忘了 李秀信 李不知气到壮 那都是沉枝骂烂骨子的事了 还替那些干什么 这么多年了 就抓住这点事不放 我告诉你吧 没你许家 凭我女儿的魅力 那还有张家李家 多的是人想和她在一起 你这没良心的 把我气得要吃药 他说着从怀里掏出药瓶 倒出小药丸往嘴里塞 楼道里传来脚步声 本该在公司上班的柳如烟也出现了 他大喊一声 妈 你怎么吃上药了 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去医院 李秀信有心脏病 按理说不能受刺激 他一边吞药 一边指着我们一家三口 就是他们给我气的 柳如烟脸色黑如锅底 他质问我 许伯宇 你在我这闹也就算了 你和我妈吵什么 他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 你是要活活把他逼死吗 邻居被我们折腾的动静吸引 纷纷打开门探出头查看 听到他这么说 都站在他那边指责我 这小许也太不尊重老人了 丈母娘来了都不请进去喝杯水 还喝水吗 你没看见他丈母娘吃药都是硬吞下去的 真没良心 舆论的一边倒 让柳如烟更加得意了 他趁机火上浇油 我真不知道你有什么脸面和我提离婚 在这场婚姻里 一位付出的人就只有我 邻居们一听 更热闹了 天哪 就这还要离婚 许家儿子就是个家庭主夫啊 又不挣钱又不养家 还要和老婆闹离婚 真是吃多了称的 我要有这种废物老公 我肯定主动离婚 面对众人的落井下石 我爸妈脸都气成了猪肝红 他们想解释 却被我拦住 你刚说就只有你一个人付出是吧 那这药就别吃了 我一把夺过李秀信手里的药瓶 当初你妈心脏病 在医院查不出具体的毛病 是我去求一位老中医出山 给你妈把麦开药 稳定了她的病情 你要是觉得我没付出 那这药就还给我 我难得的强硬 让对面的母女都惊呆了 你柳如烟气的直跺脚 我继续追问 还有 我要离婚是因为你先跟别的男人 勾勾搭 昨天外面下那么大的雨 你在哪过的夜 柳如烟梗着脖子 当然是酒店 酒店订单拿出来 我看看柳如烟的胸膛上下起伏 眼里红血丝都加重了 却就是不肯掏出手机 亮出订单 我笑了 你根本没去什么酒店 你就是在肩负家睡了一晚上 我不须你这么说 天脸 你看 我都没有点名道姓 你自己先忍不住了柳如烟 哑口无言 又气又闹 就是说不出反驳的话来 这下 被指指点点的人可就不是我了 邻居们看着柳如烟 不停地嘖嘖 原来这丫头才是真的白眼狼啊 还出轨 品性真坏 咱们和老许家这么多年邻居 小许是什么人 大家都是清楚 他这个媳妇 算是取错落 出轨还有脸面上人家门 好大的脸哦 众目睽睽之下 柳如烟对我大吼 不就是离婚吗 离就离 李秀信被他拉走 走之前对着我家大门又吐了一口 结婚七年连个孩子都没有 废物男人 我们不要了 他们走后 邻居们又叽叽喳喳 老许 你们家就是人太善良 这婚礼得好啊 当初我就看出来 那丫头不是省油的灯 现在一看 果真如此 我关上了门 不想再听他们的话 只觉得浑身泪的像被卡车碾过 我曾经那么爱这个女人 爱她的一颦一笑 连她脸上的瑕疵都觉得可爱动人 可是如今 她好像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不过还好 这段婚姻终于要迎来终点了 周一鸣正局 我约了早上九点离婚 六点钟柳如烟就给我发消息 许伯宇 今天你可别再耍花招 这个婚我离定了 她还以为我是在吓唬她呢 以为我不想离 她没意识到 我真的不爱她了 七点钟我刚打开家门 就看到了一位不速之客 傅天磊站在门外 对我挑眉 博宇 咱俩谈谈 我从她身边走过 没有想搭理她的意思 她自顾自地喊道 其实早点离婚 对你来说也是好事 毕竟我才是她的真爱 你横在我俩中间 我们三个人都不舒服 她说完 点开一段录音 里面柳如烟的声音 清晰地传入我耳中 我真是瞎了眼 才会嫁给 许柏宇那个混蛋 当初她口口声声说爱我 结果呢 事业上帮不上我半点忙 染情上天天疑神疑鬼 还总是逼着我要孩子 我真是受过这样的生活了 听到这些话 我发觉我连心疼的反应 都没有了 视频里还有傅天磊的声音 她嗓音温柔 如烟 你醉了 不 我没醉 一阵衣服摩缩的声音之后 柳如烟的声音 软得像滩水 她半是撒娇 半是陶醉 天磊 我终于明白 最爱我的人是你 咱们俩以前那么相爱 现在能不能 能 当然能 听声音就能听出来 他们两个激烈地吻上了 我回头 傅天磊点了点 脖子上的红痕 笑得很是得意 如烟她真是主动 连我都有些招架不住了 我深吸一口气 跨不上前 一拳砸在了她脸上 民政局里 我和柳如烟 已经抽好了号 她双手挽在胸前 抬着头 还是那副高傲的样子 很快 她手机上弹出不少消息 看完之后 她立刻转身质问我 许伯宇 你果然不想和我离婚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还会这么自信 柳如烟说 是你让那的老中医 不给我妈开药的 对不对 你想通过这种手段拴住我 还有 天磊脸上的伤 也是你干的吧 你为了不和我离婚 还会动手打人了 我听完她的理由 笑得前仰后合 柳如烟看到我这个样子 反而有点不知所措 她恼羞成怒 你笑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 我悠悠地告诉她 当初为了请那的老中医出山 我在山里 给她找了半个月的药材 伤了一条腿 在家养了三个月 她是被我的成心打动 才答应给你妈治病的 她开药指认我 你们想绕过 我自己去拿药 想都别想 那时候我伤了腿 疼得呲牙咧嘴 却觉得很幸福 我觉得自己帮到了 未来丈母娘 如烟也一定会多看我一眼 而当时 她是怎么说的来着 她皱着没嫌弃地看我 找个药都能把腿摔瘸 你可真废物 至于傅天磊那个蠢货 她来找我炫耀你们两个 昨天激烈战况 我只给她一拳 都算是她走运 我话说完 柳如烟有些刻意地 拉高了自己的衣领 想遮住脖子上的痕迹 我们两个还没离婚 她就做出这样的事情 她终于也有不占理的时候 直到离婚证 发到我们各自手里 我这颗心 才是真正的踏实了 想起这七年时光里的种种 我心里除了酸涩之外 更多的是一种释然 在看旁边的柳如烟 她好像有点迷茫 婚都离了 握个手吧 这次面对我的邀请 柳如烟没有拒绝 两个手掌相握以后 我观察着她的反应 没有呕吐 没有红疹 她甚至警惕地看着我 生怕我得寸进尺一样 我笑了 毫不留恋地松开了手 你没过敏 我笃定地说 什么 柳如烟甚至没反应过来 你不是对男人过敏吗 之前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你说你小时候被人猥亵 从此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心理阴影 不能和男人有任何肢体接触 但我看你现在也好好的 柳如烟眨了眨眼睛 似乎是在思索 自己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她心绪地移开了目光 嘀嘀咕咕道 我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没点脑子 原来我对她的百般爱护和尊重 就只换来一个没脑子的评价 我摇摇头 深呼吸 吐出了胸腔间的那口浊气 如今我非常庆幸自己没有听她的话 去做劫杂手术 她对我百般要求 对自己却没有半点要求 这场我求来的婚姻 终究成了笑话 我俩刚走出民政局 等在门口的傅天磊 便迫不及待地 将柳如烟揽入怀中 两个人当着我的面又轻又爆 甚至激动到落泪 如烟 我们终于能在一起了 天磊 这么多年我爱的人一直都只有你一个 有几个他们的好朋友跟着一起来了 又是现花又是拉彩带的 仿佛今天不是柳如烟的离婚日 而是柳如烟的新婚日 我冷冷看着这一切 毫不留恋地转头就走 离婚后的第一个礼拜 柳如烟和傅天磊的生活过得风生水起 他们在全国各地旅游打卡 每一张合照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有些过分亲密的照片 甚至仅我可见 我看到之后 点个赞予以支持 我知道这份轻松只是暂时的 很快他们就会遇到麻烦 大概半个月之后 柳如烟开始不停地加班 朋友圈也不发了 从别人那里我得知 公司经营出现问题了 之前公司的决策 表面上看都是他在做 实际上我才是真正的决策者 公司里有事情 柳如烟向来只会愁眉不展 而我会收集各方信息数据 给他指引一条名路 如今我不在了 就看他如何一人撑起这家公司吧 没过几天 柳如烟给我发了一条喝醉的语音 他口齿不清地说 博宇 你在哪 怎么还不来接我回家 这里好多人啊 我都有点喘不上气了 好难受 我并没有回复 一分钟之后 柳如烟自己把这条语音撤回了 很显然 他是装醉 想用这种方式让我去接他 以前他有应酬 我要么是跟着一起 要么整晚在家等着 给他备好酒汤蜂蜜水 生怕他受到半点委屈 现在 现在他就算喝晕过去 也和我没什么关系 他不是有自己的清清白月光吗 有事找他去啊 找我干什么 离婚后第一次见到柳如烟 是在商场 工作日上班时间 我去商场给自己买一身西装 准备去新公司上班 商场南庄区 遇到了要买衣服的傅天磊 和不想花钱的柳如烟 亲爱的 这身西服多好看 你不觉得我穿上之后 格外帅气吗 傅天磊拿着西服 在自己身上比划 显然是很想要的 可是柳如烟 却皱起眉头 这个月 你已经买了好几套衣服了 最近的公司账面紧张 下次吧 又下次 这都多少个下次了 傅天磊拔高音量 十分不满 你是不是不爱我 老拿这种借口敷衍我 柳如烟本想离开 一扭头看到了我 他立刻换了副表情 对店员说 把这套包起来 刷卡傅天磊欢天喜地 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如烟 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爱我 柳如烟却没有很高兴 反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 等我走近 他双手环臂讥讽道 哟 这不是许大才子吗 现在在哪高救呢 该不会还在家里蹲吧 以前吃我的软饭 现在啃父母的老 许伯宇 你还真是废物 我一边挑选西装 一边淡淡道 咱俩已经离婚了 别来打听我的事 柳如烟冷哼一声 一定是离婚之后 过得很不好吧 趁我还没和傅天磊结婚 你再来求救我 说不定我会和你复婚呢 我笑了 同一个火坑跳两次 当我纯傻子啊 我看中了一套西装 店员小声说 那是最贵的 刚才傅天磊很喜欢 柳如烟却没舍得买 我很肯定地说 就要这套 看到我买下那套衣服 傅天磊脸色很难看 柳如烟也很生气 你哪来的钱 买这么贵的西装 我反问 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哼 你果然对我藏了一手 果然结婚的时候不真心 我看了看傅天磊的方向 你不也对他藏了一手吗 傅天磊顿时跳脚 离开西装店的时候 背后传来两个人的争吵声 不过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被柳如烟耽误的七年时光 我要加倍快速地追回来 按理说 一个离开社会七年的家庭主夫 是很难重新找到工作的 但好在我爸还给我留了一手 当年有家头部咨询公司 想雇佣我做数据分析师 我因为柳如烟的缘故没有去 我爸知道之后 气得垂胸顿足 给我打了不知道多少通电话 劝说我 但我那个时候满脑子都是柳如烟 嫌我爸烦的时候 甚至拉黑了他的号码 我爸为了给我留住一个机会 花了三百万投资在那家公司 条件是无限期为我保留这个职位 如今七年过去了 托我爸的福 我还能够顺利入职 也幸亏他们当年没听我的 把家里所有的钱 都拿去支持柳如烟的事业 在公司干了三个月 一切都走向正轨 我的能力也得到了公司上下的认可 虽然没在职场待过 但我大学时候学习能力就极强 入职后很快就适应了公司的节奏 周末 上次喊我去参加一场酒会 出发前他对我说 酒会现场都是些 想和我们合作的小老板 到时候你自己看着办 遇到顺眼的可以谈谈合作 反正价格随便我们开 我目前入职的这家公司 是业内龙头企业被撕 想和我们合作太小的企业太多 体量不够大的压根都看不上 到了酒会现场 果然如上司所说 前来八级的小老板数不胜数 就在我一一礼貌回绝的时候 有个女人硬生生穿过人群 挤到我面前 让一让 我先来的 四目相对的刹那 我跟他都有片刻的愣神 柳如妍的礼服被人挤歪了 双手还维持着 扒拉别人的动作 看到我的脸 他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 连呼吸好像都停了一下 他惊讶地问 怎么会是你 你不是应该在家啃老吗 他太意外了 在柳如妍心里 我一直只是个吃软饭的废物 靠他在外面做生意 才能维持基本的生计 但他忘了 在大学校园里 我的成绩可比他好多了 旁边的小老板们 立刻出言嘲讽 这可是贝斯新来的分析师 瞎说什么呢 柳如妍太震惊了 他甚至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你 你在贝斯工作 我笑着点了点头 同时递上了我的名片 只是还没等到他接 旁边的小老板们 便迫不及待地抢走了 确认我的身份后 小老板们更是疯狂 徐总 我在楼上订了间包厢 咱们上去聊聊合作呗 许分析师 求求你帮个忙 今年和我们公司签个单子吧 徐总 先看看我们呗 还在发呆愣神的柳如烟 早就被激动的人群 挤到一边去了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和我隔得很远了 柳如烟急了 会舞着手臂大喊 你们别急了 那是我老公 让开 我要和他说话 隔着人潮 我听到了他这句话 扯了扯嘴角 无声地笑了 柳如烟还在喊 许伯宇 许伯宇你过来 他以为还能像以前那样 对我照之急来 挥之急去 但我早就不是那个 被他耍得团团转的 许伯宇了 现场有些骚乱 上次派了两个保安 来带我走 柳如烟好不容易 挤到我面前 又被保安给推回去了 他气急败坏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许伯宇的老婆 保安笑了 你要是他老婆 我名字倒过来写 一直到上车 我都还能听到柳如烟的声音 不过这次 我再也不会回头了 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 忽然有个人扑了上来 我定睛一瞧 竟然是柳如烟 他今天衣服穿得邋遢 妆也没化 头也没洗 一点不像是 从前那个精致的女老板 我都有点没认出来 他紧紧抓着我的胳膊 声音带着哭腔 博宇 你一定要帮帮我 帮帮咱们公司啊 他三言两语 说出了目前公司遇到的难题 我真是没办法了 你借我点钱 再出面帮我解决一下吧 对你来说都很简单 就和以前一样 看来柳如烟自己也很清楚 他的公司之前能够平稳运行 一是靠我家里投资出钱 二是靠我的决策经营 现在跟我离婚 这两点都没了 他的公司自然也要完蛋 我摇摇头把人推开 你有问题就去找你的青梅竹马 找我干什么 说到这个 柳如烟更是气不打一处 别提那个柳八蛋 傅天磊他卷了我的钱跑了 他从一开始接近我 就是有目的的 哦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柳如烟看我不为所动 干脆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我 老公 我们复婚吧 你不是想要孩子吗 咱们今晚就生 还有我妈的药 也麻烦你再去老中医那 开药回来 你都不知道 这几个月咱妈莫要吃 难受的简直受不了 过去的七年里 我连她一根手指都摸不到 而如今她却主动求着我 要复婚生孩子 柳如烟一抽一抽地说 老公 我承认 我确实一时被傅天磊迷了心智 但我自始至终 最爱的人就只有你一个 人家都说婚姻有七年之痒 如今这个养境已经过了 老公你也别闹了 咱们重新好好过日子吧 我握住柳如烟的肩 她很感动地抬起头 还以为我要回心转意 然而下一秒 我却把她猛推出去 三个字送给你 想得美 我大步转身离开 柳如烟还想追上来 却被公司的保安拦住 她不甘心 哭着喊我的名字 柏宇 柏宇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再看看我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没有你我真的不行啊 老公 老公你不是最爱我的吗 老公 以前没离婚的时候 我曾经幻想过这一幕 想象着柳如烟终于清醒过来 和我好好过日子 而现在当这一幕真正发生时 我却早已经改变了想法 这种没心肝的女人 不要也罢 几年后 我再婚了 妻子是甲方公司的法务 我们很快就有了一对龙凤胎 我在朋友圈发了我们一家四口的合影 消失许久的柳如烟 突然给我点了个赞 我打开她的朋友圈 发现里面的东西扇空了 连头像都变成了全黑 朋友说她过得很不好 公司开倒了以后 手底下人全跑了 她欠了不少债务 现在在一家厂子里当女工 给人赚钱 妻子凑过来好奇问道 老公 这个人是谁 我顺手删除柳如烟的好友 笑着回道 不重要的路人罢了全文婉 对吧 都是真正 罗匪中的卑洞